本節目內容純屬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師兄邁位啊 來來來來 Hello 我是阿謙 我是阿泰 我是阿楊 我發現誰介紹IG 好像我們沒有介紹 可以 如果有興趣可以追蹤我們的IG 我們的IG帳號是 HK Club Radio 有個Dog Sorry 你真是想死 還有我們呢 你看到那個 如果你是Apple Podcast 都是Spotify 下面有我們主持的名字 上面有個人的IG 有興趣也可以追蹤一下我們 這個星期有沒有什麼特別呢 有特別 上個星期 香港隊打亞洲盃 好像五十多年來 上一次打已經是五十多年前 今次終於進入亞洲盃 然後會打三場 上次我看 你們有沒有看 有啊 77台 電視有播 我很生氣 我家裡收不到77台 真的很生氣 你住哪裡 住哪裡是中英街 他只是77台收不到 然後所有其他頻道都收到 很生氣 那你就沒有看了 我跟我爸爸在手機上看 然後搞了很久都不行 電腦看都可以 我懶了嘛 坐在那裡就不動了 也好一點 如果你說你是7台收不到 直接沒有看 阿伯你不要用一下科技 然後那場的對手是阿聯游 其實我沒有看球很久 我是不太知道阿聯游是厲害的 還是什麼 我本來以為不厲害 因為很少看阿聯游的比賽 然後看回原來阿聯游也厲害 世界排名是六十多 是 然後港隊呢 我自己覺得都打得不錯 我覺得是5-5波接近 但是很多那些 小失誤 對小失誤 還有不停看VAR 很煩 不知為何覺得 麻木依賴科技 離譜 那場VAR判了基本上三球 全部都是北利香港隊 收了錢 阿聯游出什麼 油王 就是了 知道什麼事了 然後看著 他開頭 周元德有一球 其實周元德是一個 正在上位的新星 因為我半年前 訪問了一個 拍足球的攝影師 在Patreon節目裡 然後他剛才跟我介紹這個人 其實那時候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人 但是他的得意之處是 他是一個 叫華裔和德裔的混血兒 所以他一半 他的德字是 真是德國人 這麼有趣 是啊 但是他犯了一球 他不是有球球 踢中了他的手 然後看完一輪之後 又判12碼 然後隔了一大半場 有人又判多一球 VAR12碼 是啊 而且那球是無關痛樣的 人家走開 然後就踢 所以是 守球是要講有沒有意義的 你沒有意義你實中 特別是第二球 我覺得真的 第二球就是 第二球更加不應判 哦 他根本那個球 不是一個正常的方向飛過去 但是他就因為電了一手照盤 哦 不知所謂 是啊 有點可惜 但是也還有兩場 不知道港隊可不可以再下一次 一定可以 你們有沒有朋友突然飛過去 沒有啊 我有一個朋友突然飛過去 接下來有 不正 這件事很熱血 但是他只是拍片 就是他做事 他不是做事 他是Youtuber 去拍一下東西 順便去支持一下 就是拍香港隊去參賽 哦 因為很厲害 就是你想像不到 說真的 你如果 你媽媽叫你陪她去看醫生 你請假也想想 你未必真的會請 如果你媽媽說 兒子 我來看醫生 可不可以請六天假來陪我 你也不會 你何況是看球去阿聯誘那麼遠 但是什麼的 但是又不同的 他畢竟上次已經是五十多年前 好像有些新聞去訪問那些 去了那裡看球賽的球迷 然後那些球迷說 對呀 浪費了很多東西 但是你現在不看 你等下輩了 要等多五十多年 哪有這麼多 哪有這麼長命 是啊 我想這個體驗都挺好玩的 很可惜 香港又多一點知錯 支持 你看香港大球場 他收錢 賺得最多的是什麼 都不是足球 賺得最多的是七人籃球 哦 以為是演唱會 演唱會 很久了 現在被人投訴 是啊 因為很近居民那邊 而那幫人很有錢 是啊 重點是不可以得罪他們 是啊 我還有第二件事 話說昨天 即我們錄音的前一天 即我現在的昨天 就在那裡剪聲 剪上一集的聲音 然後聽說 搶耳那隻碟 是英國雜錦碟 然後我就在Google搜尋 我想搜尋一下原本的樣子 是怎樣 我搜尋英國雜錦碟 然後他就出了一隻 用來吃飯的碟 什麼啊 什麼 只可以吃飯 也可以吃其他麵 什麼啊 那隻碟是怎樣 困變 真的 那個雜錦是怎樣 雜錦是怎樣 雜錦是很花的 這個 這個是英女王的那些碟 英式的high tea 有個蛋糕下面有一隻碟 對 那隻碟 裡面有一些瘦花 可能是紋了那些 這些叫什麼化碟 難化 看 不懂 然後有些可能是 一些Palais那些款 就是那個宮殿 它黑了在碟上面 是啊 但是我要找的不是這些 我是找CD 然後我就不斷按來按去 又找到 然後不小心發現 現在黑膠是超級盛行 好盛行啊 是啊 它是 復古東西 是一段時間又會流行 可能遲也會流行 紮腳褲 但是我覺得超越了 如果你說是純粹懶形那種懷舊 就是跟穿牛仔褲那種 就是穿皮褲那種不同 是 現在是直接 特意出來 是為了讓你儲 是啊 不是說 你正常想一定是 你聽Beatles 你要儲回FB Roll的黑膠碟 其實不是 現在是有些 我發現我前陣子去逛逛 他們特意出的款式 是你如果用電子平台 是不會見過那些碟的 就是你要特意買才行 那些歌 那些歌也有 但是他特意出的封套 是特別的collection 特意不知哪裏出過日本版 然後拿來給你儲 是一個型格的東西 聽眾也可能要留意一下 如果黑膠碟不同CD CD你聽得久都會花 那黑膠更加是 就是它的內用度 我之前有看過一些人介紹一下 其實它的內用度真的不高 可能你聽幾個月都已經夠了 其實都可能已經開始結束了 還有現在很流行那些叫做黑膠 我看英國還是美國那邊 有些叫做製作黑膠碟的辦 現在的黑膠碟可能是黑色 那邊的黑膠碟可能要玩一些顏色 它有一個是綠色的 是不同顏色的 其實很多都有 我看林家謙之前推出的都是藍色的 是 其實很棒 但這個真的是一個很深的哲學問題 究竟一隻碟是 它叫黑膠 但是它不是黑色 那還是不是黑膠 我覺得有點恨色 哇 你怎麼賤了 賤廢 真的這麼說 沒有人敢賤 不知道說什麼好 我想說回昨天我在搜尋 怎麼按來按去 然後找到 原來黑膠唱片的銷量每年都增長 是增長了16年了 你以為是這幾年的事 可能這五六年 以為是懶文青 文青這兩個字都是近幾年 但原來不是 十六年以來已經慢慢增加銷售量 是去到多少呢 現在 一年是賣590萬張 這是全球還是什麼 好像是全球 其實都算多 很多 幾百萬 還有原來最好賣的黑膠 就是這個 我猜一下 你猜到嗎 猜到嗎 是嗎?Beatles 猜到嗎 不是 Michael Jackson 不是 不是 是不是這些路向 還是很偏門的 一點都不偏門 一定會認識這個歌手 The Queen 不是 Madonna 不是 近了 近了 不是Madonna Maria Cary 不是 Beyonce Beyonce Lady Gaga 都近 都近 我不深色 更加近 應該說 不是Lady Gaga 想想一下 有沒有一點點提示 金毛 金毛 是啊 Taylor Swift 就是Taylor Swift 上年的一支碟 2023年出的 但是那支碟是 再之前的 然後他再印多一次 上年的時候 然後就賣得超厲害 賣了過百萬張 Taylor Swift 是不是綠綠的 灰灰的那支 綠綠 不是 應該是 1989 1989 1989 Shake it off 不是喔 這個 這個我真的見過 對 我今天也在CD warehouse 買300元 300元不算貴 不貴 值得玩 我看見Twins賣1200元 那就值得 我覺得你這樣評不公道 不公道 不公道 你找個外國人 對 對 對 好 那我又分享一個 我上次發生的偷聽事件 話說 其實以前的人跟我說 Google有偷聽 其實我都不太相信 但是 經過上次我們錄完那個 如果我是XX之後 我就真的相信 其實Google真的有偷聽 為什麼我以前不相信呢 因為我覺得呢 其實你說那些廣告 或者說那些 你彈出來的資訊 其實我經常覺得有時間性 有季節性 譬如天氣冷 大家都一定是找那些 Heat Tech 暖爐 Heat Tech 浴室寶 那些 我覺得是有些時間 或者有些統計 大家是做同一件事 天真 反過來應該是那個公司 一早已經 那段時間給你 就是知道你 譬如這段時間 你想去日本 那我就給你 是啊 就是很多那些資訊 我不相信是偷聽的 但是直至我們上次錄完那個 我要成為XX之後 就發覺真的有偷聽 因為那次我們是講很多 關於排球的東西 但是而我呢 我是從來沒有 我對排球的資訊 其實是 我是很少會搜尋排球的資訊 甚至是 我在想回 究竟我對上一個認識的排球員 我不算Ian 即是 我 看你笑的 我不算Ian 那 我對上一個認識的排球員 是誰呢 在我的腦袋面 一直找 王一輝 找回我 朗萍 不是 我一直找的時候 我第一個彈出來 是三個字 是鄧阿萍 喔 他打給人球 沒錯 我之後一搜尋 就說 你一定 我一直以為 我一直以為 我聽錯了 你覺得 可能我覺得 鄧阿萍是打排球的 然後 然後 朗萍是不是藍車 那些 朗萍360 是 朗萍360 撞了機 對了 亂了 原來 原來是 你想想想 是多貧乏 對於那個關於排球的資訊 然後 我發覺 在那個 手機上 可能每八條片 至十條片 就有一條 是那些 關於排球的片 那些視頻 還要是四個視頻 至十個視頻 所以基本上 我相信是被人偷聽 所以呢 那他給了什麼視頻 很奇怪 那些 給你妹豬 真的 以波論波 不是 就是 球技 我沒有說什麼 我笑了 你笑得那麼多 你什麼人 時間差不多 下次回來再說 好 阿羊 Take One 我是阿羊 我最近發現了一個才華 就是扮韻光唱這個D My Self 蛤? 要唱的嗎 OK OK 來 蘇波波 怎麼算每火星啊 求 多魔感激有 幸自身 者裡望 滿天聖獸 很長 哈哈哈哈 講起這個偷聽 我的單字很少 是 我講完後才可以看 話說很久之前 剛剛畢業 兩三年前 那時候你也知道畢業 就剛剛你找工作 那段時間你就什麼都發送的 什麼都去見工 那時候我進一間廣告公司 其實不知道什麼 不是很出名的廣告公司 就是中小企 在觀塘一個工廠大廈上去 我坐在那裡進 那間公司是 原本我是說進一個位置 有一個人過來進我 進一下才發現 原來他不是進我的鋪 是進到一半 然後就調了另一個人過來進我 但是他那部電腦就放在那裡 突然發現原來你不是進我的位置 我找回另一個同事 那他就放了一部電腦 而那個電腦呢 因為剛好那個是做一些廣告 他就在看Facebook 那那個Facebook呢 他開了一條片是他們公司 公司拍的那些 當是阿輝專訪 那就是阿輝的片 然後有一個推薦的片 就是這間公司 就是這間公司 就是一說 我說是你的手機 還是什麼 他那個Facebook開了給我看 有一個推薦的片 那一條片呢 我說得很尷尬 那一條片是說 是你自己的片 如何令女同事想幫你口交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個男同事一定是說過很多女子 這些什麼 然後我看到最慘 最慘的人生的狀況就是 你不小心眼睛過去 他又知道你看了他 但是你不能假裝有任何事情 就是 很尷尬 但是他比看A片更差 他裡面那個 你跟他腦電波的共振 就是你知道了 他平時原來有這尾的幻想 嗯 女同事 想幫你 Dang 哎呀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小心點處理 如果看一些不好的片 記得開無痕 哈哈哈哈 我剛剛說的很尷尬 我想回那個moment 但是我想問一下 是不是之後 是有另一個面試官 進來就看到那條片 還是同一個人見到那條片 他應該拿自己的電腦 所以其實嚴格來說 他找人 噢 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問一開始那個 一開始那個是男還是女 男 然後之後那個呢 女生 但是他純粹有部電腦在那裡 那會不會 我找同事就走了 其實會不會就是想這個 我不想問作無謂的猜測 哈哈 但是這些東西都是收起來 OKOK 好了 今天 今天的題目是什麼呢 好厲害 我們今天又開題了 今天的題目就是 每一個人吸引異性的時候 都可能需要有一點點才華 那究竟在男性 不 這樣說好像弄得好機 哈哈哈哈 我沒有想任何事情 怎樣吸引男性幫你 哈哈哈哈 不不不不 最慘的是我剛剛開完 這樣一口 然後你接下去 哈哈哈哈 怎樣接下去呢 如果 如果 經常都說有才華 究竟什麼才是才華 才華呢 因為我覺得最慘的 很多時候 人們是認錯了 是 就是 以為自己有 是 但其實他展示那個 是吸引不了 異性的 這個我覺得 要幫助男生包底 我經常覺得 男生在 小時候你看到 人家做到一些 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你就會很容易 將那件事定義了做才華 是 所以我覺得 有時候 不要想念男生做一些很低B的事情 然後覺得自己很帥 我覺得 這個是 每一個男生都會經歷的事情 在成長裡面 那我分享一個 我小時候 我很欣賞其他人的 我曾經欣賞過的才能 話說 那時候讀中學的時候 有個同學 可以Beat Box 哈哈 我也認識 我認識 好色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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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 你上次看球不出 你這樣 人家可能會很high 你看球的時候 噗 DJ drop the beat Come on DJ 阿輝 為什麼你會被他吸引呢 因為當時沒有人做到 但他平時是在班房裡自己就會在Beat Box 其實他是一個很多才多藝的同學 有些同學是這樣的 他是畫畫又厲害 然後不用點溫書 成績又不會很差 然後又懂很多奇形怪狀的知識 然後電腦又設定 然後之後 不論是學科還是術科 都有差不多 但他又不是第一 但是你會覺得那些人好像很聰明 不用多努力 甚麼都做得好 又玩樂器 然後 話說有一天 他就 表演他自己學到的新技能 就是他可以Beat Box 自己坐在那裡 然後我就覺得很厲害 真的有很欣賞 他其實是不是傻的 突然有一個人在班房裡 沒有人運他 你懂得Beat Box 即是一小時就這樣 然後他自己坐在那裡 他覺得他很帥 然後問他 你怎麼做 然後他教我怎樣 他扮演那個Bass Drum 當然我是學不懂 然後他覺得 怎麼學不懂 他就這樣做 他就好像阿輝 阿輝 其實那個朋友就是Beat Box 那個朋友就是我 很簡單 這樣做就行了 其實我玩了很多星期 都做不到 然後他就 阿泰我唯有教你一個簡單的Beat Box 我當然日後想起 我覺得他是水救我 坐在那一刻也是 誰教你那時候 然後我現在學會了他 最後教我的Beat Box 他還有引子 你不會打算現在表演 我現在出教學 我打算 好 大家一齊都可以做 可以 是不是宮廷 然後捉賊那個 這是什麼 我講我的版本 我如果教一些不懂Beat Box的人 我會用普通話來講 以前宮廷 如果你想跟別人說要捉刺客 那怎麼辦呢 我們一定要捉刺客 我們不是捉的 普通話 我們是捕的 我們捕刺客 打刺客 這個 這個是正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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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人捉我完全不正經 就是朋友才可以玩你一回 玩得這麼深 他就說 我教你一個簡單的 你知道怎樣可以同時間發出兩個聲音嗎 他說 很棒 你快點教我 然後他說很簡單 首先 嗯 然後用鼻音 嗯 然後嘴巴就像阿輝上次這樣 加起來 加起來 這是什麼事 不是吧 但Beat Box就是這樣教 嗯 對 他說可以同時間做兩個聲音 對 他就像阿輝這樣 示範一些很高階的 告訴我可以做兩個三個聲音 但是不是這樣 嗯 類似是這些 然後我整個小色就這樣 那他沒有水 對 他說得差 對 他表達得差 不是 教得差 雖然他沒有水 但你做那個行為是很王居 對 沒錯 因為你很厲害 你在Beat Box當然好看 但你在嘔 嗯 的時候 那些女同學就會笑到 有點像 有時候的朋友 Crew牙 拿了牙套 他一箱上去那一下 會弄幾下 有些像 很噁心 哈哈 是啊 哈哈 但我覺得當時是覺得 懂得Beat Box是很帥的 你放棄了嗎 放棄了 完全沒有天分 但在你的角度 他有沒有試過 因為Beat Box 混到女兒 他是懂得很多東西 所以他其中一瓣 被人看到這件事 有時候譬如 有時候沒工作 小色在黑板畫畫畫也很漂亮 就是畫一條龍出來 很厲害 神經病 對 五分鐘 不用五分鐘 三分鐘 他什麼都有才華 你這個是很幸運 因為我試過做一樣的東西 我以前畫畫 不不不不 就是小色 然後在學校 有一個結他 然後我就拿 我不懂彈 然後我就拿了自己的手 掃 如果結他是不適合 你那個是琵琶 哈哈哈哈 是這些音 在那裡掃自己 很型的唱歌 好像那時候流行小幸運 那些 然後練了很久 這幾個音 噔噔噔噔噔 那樣 我跟學校 走過來了 頂個費 就扔了兩元 哈哈哈哈 嘩 很囂張 哈哈哈哈 他這個才華不是吸引義食 他這個才華是吸引金錢 吸引金錢 賺到吃的 都值兩元 那他還有什麼才華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我也再說一個 因為呢 話說呢 我那時候呢 也是中學同學仔 有一個呢 是 那經常都會 下午吃飯 一班人可能十個 八個去吃東西 但是吃完飯之後呢 那每一次呢 最後 埋單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脫開總數 脫開那麼多個人 就是share那個錢 那樣 那些尾數怎麼處理 那一會再說 然後呢 我們那時候呢 有個朋友呢 是 我覺得他很有才華 神酸 對啦 他是超快速心酸 是超快速 即是呢 每次單單來到 一說銀碼呢 他就搭到每個人 是給多少錢 然後呢 就上捨入了 做一個正數 即是個位數 這樣 譬如你63.333333 他就會同樣大家說 五人64 這樣 然後呢 的士 是不會錯的 即是他可能 一百次吃飯 九十九次都對 這樣 然後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誇張的才華 因為那個速度 比你拿計算機 我們之前是有試過 是找計算機 看看會不會比他快 是的 沒有機會比他快 然後呢 他還以為是有型 因為你知道吃飯有男女 我先計算而已 等等 等一下 我就這樣聽到 我這樣聽到 那些女人是不會喜歡這些 就是 並不會因為 等一下 我想問現在是在說 才華吸引異性 還是什麼 不是 都不是的 等一下 才華不是吸引異性 才華要來做什麼 不是的 那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 吸引同性 那些 podcast那些 才華很有用 真的 我這樣說 但我自己心裡 我不覺得他這種是很帥的 是 他應該是自以為很帥的 等等 那這種是叫做才能 不是才華 不是才華 是才華 我覺得是 有什麼分別 有什麼分別 就是才華 有能力 可能覺得會優秀一點 才能是 你覺得他厲害 但他不值得去 proud 他在展示他的才華的時候 他有沒有一種發光的狀態 很簡單 我現在跟你說 我不用用手穿到襪子 對 好像很帥 很帥 對 但是很帥 你有沒有見過那些 我跟著 見歷史史史紀錄 那些 偶爾也有些很困難的東西 例如你可以碰到鼻子上面多少 然後破紀錄那些 他是很有才能 對 但他不是才華 所以我們說的才華 是要 要發光 OK 計數這個算不算 計數其實算的 但他用了在一些小A的地方 但他最後計算成為博士 那就真的是才華了吧 是的 但是我覺得你要有一種 全部人搞定不到那個局面 或者全部人沒有這個才能 然後你竟然有 你才有那一刻特別 是 英雄 但其實坦白說 我得罪了會計數的人 如果他的計數機都按不到 你快過半分鐘 或者解決了數學危機 第58次數學危機 應該是他計算出來的 或者 如果他真的計算到 Pi最終的數是多少 那你會計算 這個是太專門 開到這麼大 我們今天的題目 怎麼討論下去 我想問一下 可能是效率 要解決戰爭問題 才可以繼續 屬於才華 你不覺得才華 有時候就是要有一下 為什麼他可以這樣 你會因為這樣而盯眾 但是他計算吃飯 我覺得也有 會啊 會啊 這麼快? 你很假 會不會啊 你不用計算 他外面餐廳也幫你計算 我反而覺得畫畫那個是 畫龍 為什麼你會畫到 會有一下 畫畫我覺得是才華 不過回頭 計算那個真的有點慘 因為計算到最後 幫我們計算 對 最終就是去旅行 變了工具人 晚上計算數 然後就說 你計算吧 我計算嗎 你這麼快 然後最後就是工具人 對 就屬於了才華類 不是才能 不是才能類 才能類 但他可能是太有用的 反而這個技能 實用性 太實用了 我突然想到 你說太有用的 譬如好像剛剛說結他 不要讚我 結他很多人都會彈 但是為什麼會覺得你發光 我們看一些選手節目 唱過很多人 為什麼你會覺得他會好些 現在很多人叫歌手 但是歌星和歌手 我覺得就可以變成才能 或者才華類 會不會是這樣說 其實未必是公平的 是你 有一下發光 其實是型的 你不需要真的有用的 你不需要自己很厲害 就是才華一定要型 發光 我們下一節回來說一下 真正的才華 說一下真正 說一下真正 好 我還沒牽過你的手 大半潮流 從來沒落後 不光焦點 全都停在我 要控制你 我想無需要多久 但我 不是你的才 希望你能明白 希望你能明白 還很多人在拍 Oh baby do you wanna be mine 怎麼辦 我想摸腦袋 刷褲帶點浪漫 很熟你的牌 怎麼辦 I think about why 每次相識動態 只為了讓你看 傷到無息都很困難 要有多苦才能讓你喜歡 把你寫進我的歌裡 這要求是否太素氣 是否不講理 但我就任性 想寫出一首我每個情歌 哪一首能夠 打破你的情歌 不知道是我們人 分不夠多 我太無恨想到 就偷偷在 腦海裡打斷 我希望你能明白 還很多人在拍 Oh baby do you wanna be mine 怎麼辦 我想摸腦袋 刷褲帶點浪漫 我送你的牌 怎麼辦 I think about why 這現實動態 只為了讓你看 想要呼吸都很困難 要有多苦才能讓你喜歡 這將蝦昵 我需要很 viktig 足夠多 動態 怎樣 我控制住 你 我 たま 怎麽辦?I think you're about why 你的現實動態就為了讓你看 想要呼吸都很寬暖 要有多酷彩讓你喜歡 我壓抑不住對你的依賴 還是有多酷彩讓你喜歡 到底怎樣才算有才華呢? 是不是很酷就算呢? 剛剛聽過公館青少年和就義師的 一個人默默的紅 謝謝公館青少年還有 只有義師的歌我們播放 謝謝 我認為最有才華的人是阿謙 因為他的歌曲很棒 沒有到你了 阿謙 Take 2 我覺得最有才華的人是阿輝 因為他懂得 beatbox 挺有才華 好 你要不要說一下 我覺得才華不是說那個才華是沒有用的 但好像上一節這樣說 不是最實用的東西是才華 我想大眾覺得那些才華通常是 音樂 通常是畫畫 運動 運動也是才華 你不會覺得賺錢是才華 對 你會覺得是一個能力 你很少會說 你這個才華很懂得炒樓 不會這樣 好像串他 很狠串 不會的 但你一說他有才華 你一定基本上 不是說那件事廢 那件事不是說幫到你平暴清雲的東西 而你有一些音樂 有一種很純粹覺得他很厲害 你懂得這樣 但你玩音樂玩得很厲害 你也是平暴清雲的 是嗎 是的 但你覺得雙不需要是一種 其實你本身不是拿它來賺錢 那是 譬如剛剛我舉了炒樓一個例子 還有些什麼是類似的 就是很少說 有些 好像全部都可以轉 不要緊 只是這樣說而已 對話入座 挺好的 你頭銷售 很少會這樣 如果你真的賺到錢的東西 跟商業的價值應該是有些不關的東西 要缺勾 對 但如果你們 如果有個人做健身做得很厲害的才華 那他是努力的 真的很少人這麼說是才華 對 但不是的 有些人是做得慢一點 即是 就算做一個人做十下 我做十下 那些人是才華 但沒有什麼表演的成分 即是你很少會說 哇你真是 挺有才華 會舉到這個鐵 即是不會這樣 師兄很肯定 但反過來 如果他有得表演的 當他射三分球 他閉上眼都射得進來 那你會看著 哇 入了 即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 是要表演 是有些表演成分 師兄叫才華 對 譬如阿泰剛剛被人落答那些 他的beatboard是有表演的 真的看著你 嘩 這樣 還有你的朋友是有 這樣 但如果 要算是最吸引到異性 還是不開這個方向 不一定是異性 我覺得是吸引人 吸引人 即是你真的會被他震動 通常是什麼 因為如果吸引異性 就很單 很目的性 很單純 通常就是音樂 那些 就是打球打得很厲害 對 因為 為什麼我剛剛覺得阿泰 計數的朋友不算是 嗯 我以前中學有一個人 他是一個巴士迷來的 哦 他可以記好每一格巴士 是搭哪一個 即是搭去哪一道 哦 但他這種就是 很實用 即不是一種可以 但其實呢 又有少許表演 我也拿捏不到那個位 但的確是實用性強一點的 是 即是你很少會突然坐下喝茶 喂不如你講一下 有哪一個巴士到哪一個 好笑這樣 但通常是什麼時候用呢 我們整班人 就是自己去了元朗 不知行山 即是不知搭什麼車出去 就打給他 蛤 其實他很熱衝的 他就會告訴我 啊 那最快就搭6號 之後呢就轉14號 那去到那裡呢 記住在那裡之後才下車 這樣就最近了 哇 哇好厲害 好厲害 但是 又不是 不用 真的不用 他甚至乎呢 譬如我們整班去班會活動 那去 去奧運站 那你知道 奧運站其實就是 又近深水埗 又近旺角的 就是大國咀那邊 那他呢會即時計到 走去哪裏是最近 然後坐那輛車去哪裏是最快 哇 其實是很厲害的 他一定要做運輸局局長 哈哈哈哈哈哈 神經病 無端端就算到 是 或者是那些叫什麼呢 那種分別 剛剛說到 就是 有些表演成分 就是跳繩 你跳繩 跳得很厲害 你不會覺得他是才華 但花式跳繩又不同 是 就是 不知道 如果你說過吸引人 其實大家都想好藝術方面 少少的 是啊 你還有什麼 如果不是藝術方面 你想不到的 我覺得 以前認識朋友 但是都是藝術的 彈琴很厲害 彈琴很厲害 最厲害的是什麼 就是突然之間 我亂說一首歌 他馬上彈到 但你說是否需要八級呢 未必需要 那些是 我忘記有個詞 就是 perfect pitch 聽到音 那是另一樣 perfect pitch 就是你亨一個音 他直接知道是誰 那也是叫天父 那也是天父 你覺得才華是否一種 是否需要是天父 就是一定是天生的 努力都 就是不是努力就做到的事情 應該這樣說 我覺得有一點 就是有些事情 你說是否後天要努力 是的 但是天生一定要有一點 是 你這樣說我就覺得 搞笑 搞笑都是一個才華 就是很簡單 就是譬如你王子華講動物笑 而且你突然間轉了 即不是侮辱 譬如當王子華和林海峰那種搞笑 但兩種動物笑 你會發覺分別是兩個不同類型的 對 即不是說不適合 但有些人 不中 對 有些人很努力地搞笑 但你太努力就是不適合那個feel 對 這些真的不能努力 譬如有些人 喂 你也太努力了 真的太開心了 太好吃了 太搞笑了 我太搞笑了 受了 哈哈 就是這些位置 那些無聊押韻那些 例如呢 如果你押韻要搞笑 其實有方法 你一定要第一句 就是當 這張桌子 買得真是幸運 亂說 那你要有意思 但有些人 打個冷陣 哈哈 沒有 我舉例 右邊 但有些人 有些人說那種押韻 是純粹為押韻 那種冷空氣是尷尬得爆的 我先亂說一句 他叫做阿輝 他真的應該養龜 那種 他純粹除了有兩個字 是押韻音之外 是沒有任何意思 那些就不要 靜太空 不要搞笑 所以搞笑也是需要一些 才華 但你身邊有沒有一些 搞笑的朋友 但是懶得是搞笑的 左邊 阿輝阿輝 我先說 我都很害怕 閉嘴啦 幸好阿楊 丟一丟我眼 你知道他一說 我問完之後 馬上說是我 哈哈 一說這些死定 天生節奏王 哈哈哈哈 拍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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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拍子王啊 你這麼說 我昨天幫他改了一個花名 你知道嗎 什麼花名 指揮 指揮 那這些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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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可以示範了 那你是什麼 那你是魚 就是這樣 哈哈哈哈 嘩 他向這個方向走 我指揮有原因的 他可以嗎 那些人剛剛拍子王 哈哈哈哈 快笑啦 快笑啦 唉 繼續說啦 但是 這些搞笑 可能就未必 但是如果 我們說足球 籃球 可能體育系那些 那 努力可不可以變成才華呢 可以 我們不是說 美詩這些 就是球王 那些可能 沒有那麼厲害的 但是靠訓練後天 而變成一個才華呢 斯朗是不是 美詩迷 平一平 我不評論這些 你不評論 我怎麼回答 我一定覺得是 哈哈哈哈 如果沒有天 不是不是不是 又不算 他還沒去到 有沒有一些再 如果籃球 我會覺得 以前 其實我籃球一定很喜歡 Derek Rose 那些衝撞型 那些後衛 那些 那些 商業世界一定是 勁爆的畫面才好看 立邦 Drama Rang 那些 但是 Curry 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 可能有些人覺得他才華 但是他真的練了很多球 我有看他的訓練那些片 他是 你想想 在NBA那麼多 那麼高大的情況下 但是他也可以憑著 我不是靠 座津 也會有次 但不是主要 他的攻擊就是 回復最基本就是射球 是啊 努力變成了現在 真的叫做球王 我是泰 我的才華就是 但是每次開宇樂 吃的時候 我可以忍著 不舔那個光 很好啊 對啊 回想起來 我妹妹有一件事 挺好笑的 重生後 可能是 他最近轉了縫 然後他要做一些文書 要用Excel 但是他不懂 然後問我 他那些什麼Vlog Up 那些 我是中學的時候 已經學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不懂 他到現在都不懂 然後呢 我就教他 教他兩次 然後他也是不懂 教他都不懂 然後呢 我覺得 他問我為什麼會懂 然後我說 中學已經教了 還有 你自己上網找一下 怎樣做 應該 你會自己做得到 YouTube找 對 你就跟著他做 但是他也是 搞不懂 我覺得他是需要一個 學東西的才華 就是學習的才華 他邊打他 好瘋啊 我本來想他在這裡 讚自己Excel很厲害 也算 他不是反過來 邊打妹 一邊讚自己一邊 再邊多一下 就是上網看看 教學跟著做 或者上Google找 其實很多人沒有去搜尋 搜尋的能力 就是大家以為是搜尋資料 但其實你可以搜尋問題 就直接有些人 非常好心地拍片 教你怎樣做 是啊 但是那些外國人呢 香港的節奏太快了 經常那些片 我開來看 他講了六分鐘的片 講了四分鐘 不知道是說什麼 是啊 他最初四分鐘 基本上都是看著 外面的桌面 不知道有什麼四分鐘可以說 其實他真的很深切地解釋 整個Excel的緣起 然後你不斷按那個快播 按幾十次了 然後不知道他做什麼 錯了 然後翻翻看 然後就在那裡 但我大專的時候 讀過一科 叫做多媒體 不知道什麼 押到眼 還說搞笑 幫媒體 不知道什麼 不知道什麼 有些碰到眼 錄音 有剪聲的那些 那些堂 然後他教書也是這樣的 他就會說 大家現在打開那個 audition的軟件 你就按開始 然後在所有應用程式 然後按 audition 然後好了 教完之後下課 大家要記住 要在檔案裡按 然後再按 另傳新檔 然後按 確定 改名 然後就關掉 是真的這樣教書 那你說真的 是不是覺得很悶 超悶啊 那你在節目說什麼 為什麼在節目說 低級 低級 但是外國那些 最慘 我有認真聽過 是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真的 他甚至是這麼開始的 你看看那些片 是有頭四分鐘 他不知道在說了很久 暗暗沉沉的 雖然沒有這麼低 會不會好像我們的節目 都是這樣 不知道 很傷心 等等 我剛剛突然想起 上一節討論完之後 今天想一下 就是 如果你才華 是有了 很有能力 但是是不是都要 生在一個正確的時候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歌手 他唱得很棒 甚至 外表都很好 為什麼一直都紅 如果現在剛剛開始彈 其實應該有更多社交媒體 更加容易去搞 其實是不是會更加好呢 就是 我自己剛剛咪口 就跟阿 阿謙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唉呀 年紀大了 跟阿謙說到 譬如拾音蛇 我不知道聽眾有沒有聽過 拾音蛇 如果是現在這個年代再出的話 其實 有沒有機會可以再紅 就是現在 有很多不同的團體去出道 就是有男團女團 那S1又行不行呢 是的 意思是 反而是時間不對 是的 就是 可能是 你有些能力 而可能是 不適合時間去做 究竟 是不是要捱過那段時間 才紅豆 還是有時候是怎樣 就是我想問一下 一些才華 是不是應該要這樣 還是要對時候 一個就夠呢 嗯 因為呢 咪口和阿輝說 就是在這裡說 究竟 如果在一個商業世界 又生存不到 那是不是就 有什麼才華都沒有用 我覺得 我覺得都是一個能力來的 就是 什麼都生存不到 不是不是不是 意思是 我們往往有一些 才華 嗯 但是 未必是我們想 出名那件事 就 或者我們想那件事成功 就會成功 可能那個市場會 會移動你去 第二度 偏少少的 嗯 但是你有能力的話 你也是會 在那裡發光 哦 但是很多人不是 很多人就是 譬如最經典的 是王子華 是想做演員的 嗯 嗯 那他也有說的 就是你不要因為 做演員 你死追什麼都不行 然後就 就算 就在這裡自怨自艾 可能你第二道有第二條路的嘛 但是那個點是 很多人就停留了在這裡 然後就覺得 天花路 但是其實 我覺得未必 就是你如果是有能力的話 你都要某程度上 迎合少少少 那個商業世界 告訴你要怎樣 然後你最後才有個位 發揮到你的才華 因為剛剛阿輝在麥克風說 假設他是一個唱歌很厲害的人 但是他其實沒有出歌 或者他沒有機會 被人 聽到他的歌 那究竟有什麼意義呢 沒有意義的嘛 你剛剛這樣說 其實就是說一個人 有去遇到一個難關 遇到一個困境 去轉的時候 那個過程 就會是一個 可以是一個才華 或者不認輸 對 可以說不認輸 就是肯去找方法 去解決那一件事 而不是死挖死挖死挖 因為你剛剛舉的很多成功的 或者最後被人認知的那些人 其實都是有經歷過這個階段 還有一定有的 是 一定有 正常你不會一兩下可以的 是 但是你不覺得最搞笑的就是 很多人他其實 經歷過這個過程 就開始發揮氣了 就是他發揮氣 不做什麼 但是其實不是 你在一個商業世界裡生存到 一定有 一定代表你有些價值的 但是如果你還沒得到的話 當然可以是沒有機會 但是其實你也有責任去知道 市場是發生什麼事 突然想到 你覺得張家輝是否一個有才華 這個純粹討論 因為我覺得張家輝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其實他是歌手 一開始 他是出了一張碟 但之後就轉型做了演員 現在是影帝 大家都認識他 巨星 算不算像阿泰你剛剛所說的 就是轉型 對 因為如果你說張家輝這個例子 是說他有一段時間 他做訪問有說過 其實他是 他有幫亞士拍攝的 說亞士行不行 現在他還沒收拾 他不會收拾的 這個台你可以說 不然 他有幫某一個電視台拍劇 其實那時候他很聚 他說回覆你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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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東西就是這樣來 然後他就說 其實那時候他也拍到很 不知道為甚麼 因為他說他拍完 其實他知道自己的東西 是沒有人看的 但他每天都要拍 那就經歷了一個這樣的過程 然後他選擇 轉出去做別的東西 就是他就是 嘗試出去拍其他的電影 走出這個地方 然後看看會不會有別的生機 而那時候是說他跟他現在的老婆 他叫做傳比聞也好 或者大家知道他們是拍拖的時候 其實大家是很詫異 因為其實當時的張家輝是一個直直無名的演員 而張太是一個當時相對地比較紅的一個演員 所以很欣賞張家輝的地方就是他轉 然後他去找到那個 當然他到最後還是繼續用他的唱歌放在他的電影裡面 我想大家都很認識他 我給你一顆招呼 是經典的 就是他多人認識到 絕對是強勁的 所以 我自己現在聽完說 大家所說就是很欣賞一些 他會在性格上的才華 我覺得他這一類屬於 就是他會找方法去走他自己要走那條路 走不到再找方法再走 走不到再找方法再走 但是我覺得那個性格的才華 因為我問過一些 問過一些女生 究竟你怎樣判斷那個人 說真的大部分 尤其是年輕的那些 全部都不會說很有錢 除非是你爸爸有的 除非你是做某些行業 不然你無緣無故這個年紀 那個人都是捱的 那你怎樣選一個人 是覺得他有些資料 那很多時候我覺得是阿泰說那種 就是 你看他有沒有potential 我聽回來就是 那個potential應該就是包含你說的那個能力 究竟是不是 他會 益難而上 有什麼都能拆掉 或者他不會甘心自己就這樣就算 他不會放棄的 可能是這種能力 去到某個階段才是最厲害的才華 是 因為如果 反過來 你說要彈到手好結他 可能是小時候騙人 去到某個位置 你一定有些東西是很難啃的 尤其是年輕是什麼都沒有 是 那就是看一下你 他好像還ok 明明這樣 好像那些人跑馬拉松 跑到最後 他快要死了 但他還頂到下頂到下 可能是靠這個能力 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究竟那個才華呢 就是剛才所說的那些 表演成份較多的才華 究竟是 除了溝女之外 是有多重要呢 那個才華 因為如果你慢慢成長 那你是有些才華 就算你是做歌手 你現在唱了兩句 但你一上去 可能是全民造星 那些比賽 你有才華 你發覺你的資料不夠 不夠去到很高 一定 那你究竟怎樣 是努力捱上去 還是好像剛才阿泰這樣說 即是他 即是有那個捱下去的那個才華 那可能這些才是最重要 是不是 即是你真正的才華 原來是累積回來 去到某個位置 不可以靠小聰明 對吧 你某個位置一定要練 無論你是打籃球 還是beatbox 你去到某個位置 難道你還在騙別人 即是不會的 即是你一定要真的學一下樂理 或者知道別人的歷史是怎樣 反過來來說 我覺得又反過來 千萬不要因為大過了 就放棄了追求自己要有才華 我發現反過來很多人是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是關於學習的態度問題 為了什麼 是嗎 我為什麼 我學這些錢沒有錢賺 我有沒有浪費那麼多時間 下班已經很累了 但我覺得是 你對自己有沒有一個追求 我也想試一下 你很忙嗎 你下班之後也回家睡 真的 你睡了幾個小時 即是我覺得 不是說 哎呀我現在都幾十歲了 不要搞這些 那 如果你每天都在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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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那你想的時間更多 不如你想想 我可能整年 我當加上時間 每天想一個小時 我已經365小時 其實如果你真的拿時間去學習一下 嘩 你其實 你已經可能 比你想想想中更加不同了 因為我覺得 無論這兩個情況 都是香港人最經常的 即是無論是你 只是有小聰明 那我就在那裡耍 我不認真學某些東西 這個是香港人 還要曬 對呀 考到就算 考不清醒就算 即是中文什麼都給你 搞定 我猜你就可以了 另一種就是 不考試就不學 對呀 不需要學 神經病 我的工作 我看你那些什麼 神經病 你家人工我一看 兩種都是很高興的 你想回頭 全部都是去到某個位 是限制了你還有什麼可能性 我覺得是 反而那些人是喜歡看的 而好過去自己 我覺得可能都是關這個風氣問題 是風氣問題 就是大家喜歡看別人 而多過自己 我不知道 比如有時候你看一下球 你都會想落場踢一下 不是 想啊 直接變成維園的球 這樣也可以 吃屎吧 類似的 藉口合理化 自己不用學 唉這陣子下雨啊 不可以啊 所以我覺得 反而是難得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就是 這一兩年開始 身邊多了一些人 穩定的追求 譬如你都 談分論假啦 或者你的工作開始 stable 那些人就不追求 自己要有才華 跟讀書的時候很不同的 因為保持上升 對呀 就會覺得我不用這些什麼 但我反而覺得 其實不是說要靠你小聰明 但是你也是要追求 有些東西 希望可以shine到人 表現到人 真的 這一集到這裡差不多了 我們散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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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